这是我们专门队长 傅思诚诚哥 他有点傻 不可能一头太大 不可能一头太大 挺大的呀 吃很多 哦 我知道 就不想吃一点 是不是真的 这些鞭肉啊 不是 高成天 有一点点就是 我没手 我没手 因为这个鞭肉是这样 你看看 我感觉你比较大一样 这种鞭肉是这样的 又能按摩 一 要吗 那边有鞭肉 让他垂上 让他垂上 怎么了 好 给他看一看 哇 没看完呢 小柔柔柔 我锅里就两样东西 我锅里就两样东西 我锅里 我要食菜 我吃一口白菜 就一个牛丸 一直在等 我吃东西一直都让人很有名 我应该去做一个吃锅骨 服务员 给我来两份鱼翅 一份鱼翅 一份鱼翅 你是辅助 就是要扛伤害的呀 不然我怎么carry呢 我发誓诚哥 我一定可以做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承霄 在剧里面饰演童谣这个角色 我请客 我请客 把自己吃鱼翅 我帮你把他回事面镜 童谣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很要强 然后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年轻人才能让一言不悟有分手 是很人长吗 鬼啊 相同点就是我们都非常爱游戏 你知道他在玩哪儿 一只小恐龙就这样 一直蹦 一直蹦 然后很要强 就是自己一定要挑战自己 很认真 然后也是一个对工作啊 然后对于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是一个比较认真很年轻的一个女孩 能不能再来一次 可以啊 最大不同点吗 我觉得她很可爱 可能我现实生活 这没有那么可爱吧 整个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吗 这部戏 吻戏会比较多 电影院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直渲染 然后一直拍 原来甜甜的恋爱戏 而且是这么拍的呀 还有一场就是 淋雨的那个时候有一场戏 然后是拿洒水车嘛 因为我好像没有拍过这种戏 感觉挺新鲜的 除了可能大家看到的表象的可爱之外 她的眼神里面是有这种我要赢 我要获得胜利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和韧劲的 你喂翘时很美 这部剧又是特别符合 年轻人跟年轻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你喂翘时很美 谢谢大家